各位观众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产时装皇后 将要在今天晚上诞生 同时要选出两名时装小姐 一共有十位小姐 参加国产时装皇后的绝选 现在我们请这十位小姐 做一个自我介绍 同时请她们说一说 她们心里面的希望 我是郑荣 十八岁 正在念高三 我最大的希望 是能做一个艺术家 我是李莹 我在国立一专美术科读书 我的最大希望 是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谢谢各位 我是黎冰心 我希望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父母心目中的好女儿 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祖父 是孩子们的好母亲 先生的好妻子 谢谢 各位观众好 我是黄乐军广东人 我最大的希望 是把我的快乐 与荣誉带给大家 谢谢各位 我是王碧云 我愿在这儿 沉浸地预祝 这次时装皇后的竞选 能够圆满结束 我是李璐英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能做一个最好的护士 为病人服务 谢谢 我是蔡元春 我到这儿来是学习最美的仪态 我希望我把最最门很美的学问学好 我是冯卖林 政治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我希望有了这次走声展台的经验 能够帮助我将来出去采访的胆子 谢谢 我是刘依曼 十九岁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 谢谢 我是许泽林 在淡江文理学院求学 我希望将来能够当空中小姐 为李克服务 谢谢